这是我们各战情侣 加油 方篮球 加油 给我这股筋 我如果输就输了 倒地了 那就下去吧 以后站成了怎么办 站住 别人走了这边后 不影响你这口进行的射击 不影响 枪 吼发 手枪 吼发 这是吴小龙 觉得自己战争太大了 你刚才那一下 都会派我一下子 今天出我来的女特 三周年 特 这个特字 我也学到很多 各魂 因为我是特战兵 所以我要有这个特战魂 特战兵 包括你 要看的 大家对这个特战兵 我然后带着 这是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却在训练场上大打出手。 这个女兵在射击时,崩开了缝过针的伤口。 这是我们在武警新疆总队,机动第二支队魔鬼舟考核现场拍摄到的瞬间。 在平均气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这些女兵在经历着什么? 发现跑起来比走得舒服,因为跑起来速度快,可能说是十公里,跑完就完了。 但是走的话,我要走到哪里去,走了多少公里你也不清楚,看不到地方,看不到点,什么时候是终点。 八天七夜的魔鬼舟,科目与科目之间全部由几十公里的徒步行军贯穿下来。 望山刨丝马是特战队员对长途行军最形象的描述。 这一天的气温是零下二十七摄氏度,女兵们即将要进行的是本能反应射击科目。 要求在进行一公里快速奔袭后,在五秒钟之内就要完成十发子弹的速射。 其实,大部分女兵早就达到了这样的训练水平,但是现在,她们却一筹莫展。 秋之星啊,她一开始她膝盖就有伤,一直也在家里吃,像昨天我们曾队长一只,两条腿,两条膝盖昨天晚上都是整的,还有好多。 四五摄,她就吹水啊,可能昨天腹中的比较多,那个长途行军,五方温鞋,可能有点超复合的。 四五摄,要求的就是动作要绝对快。 对于武林峰曾经的散打冠军,手不反应极度灵敏的秋之星来说,这原本是她的强项,但是现在队伍里最发愁的就是她。 一周前,秋之星的手在训练中受伤,缝了四针。 魔鬼舟几天的摸爬滚打,更是秋之星手上的伤口,雪上加霜。 先是魔鬼舟结束,最后再拆吧,拆完了,魔鬼舟就心伤了。 那你这样子,有没有影响你现在一会儿进行的设计? 不影响。 爸。 点酒都接冰了。 是,天气太冷了。 要不给你包紧一下? 不行,你包紧了,影响我舒服。 你正常包就行了,不会摊我,不怕。 此时,天气冷到连点酒都冻成了冰茶子。 我们摄影师的手都冻得没法弯曲,连按一下机器的开关键都很困难。 相机没电了,冻了。 只能换电池了,坚持一会儿。 那一块电池是能弄弄多久啊? 按正常来说,要是夏天的话,一个小时吧,这冬天,这天顶多五分钟,十分钟。 天气,尤其特别冷的情况下,它就不能用了,就不扛用了。 现在就是手是僵硬的,就是按键啊,包括对焦啊,都是比较缓慢的。 按不动,可能待会儿拍的时候怕跟不上。 我现在就是一直按下这个开关键,然后就不停了,只能这样,要不然没法录。 那天我们在那打的时候,枪糖都拉不上去,就是因为太冷了,戴手套滑糖了。 现在也能够抢,放在那边就不能用了,就是因为太冷了。 这只能够在这种地震里,就不需要和水源。 如果它跟水源前还没用过,就不需要和水源。 你们就能做一个地方先,然后找一个干净。 因为可以51度和水源才能做得到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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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志欣如愿全部命中 然而时间却超了0.12秒 这个月夜设计跑过来我整个身体都软了 手伤的节奏也没有那把我好 又是5秒多 觉得这次速度太慢了 真太慢了 0.12秒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一眨眼的时间 对于特战队员来说 0.12秒可能就是生死之间 由于握枪用力过盟 邱志欣手上缝的线崩开了 短短的几天相处下来 我们发现邱志欣已经坚强到 几乎看不出女孩子的影子了 她可以在极寒条件下 毫不犹豫扎进水坑 手刚缝完针就可以为自己理发 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展现哪怕一丁点柔软 然而此时 冰茶子刺激着刚刚裂开的伤口 疼痛还是让邱志欣忍不住哭了出来 挺辛苦的吧 不辛苦 今天是我来的女特三周年 当兵六年了 那女特这个特字我学到很多 我也知道特战队员这个特魂 因为我是特战兵 我在这个特战队里 所以我要有这个特战魂 特战魂 正是邱志欣在面对困难时心中坚守的信念 曾经多次在搏击比赛中拿到冠军 邱志欣对冠军有着很深的渴望 但多年的特战生涯让他更加了解 作为军人 比输赢更重要的是任务面前 明知道有可能会输 也要有拼死一搏的勇气 当女兵们在魔鬼州的考核场上奋力拼搏时 并不知道一群特殊的客人 已经在营区等待他们的凯旋 接下来要登场的刘婷婷 将要面对的难题 不仅仅需要意志上的坚持 更是要直面压倒性力量的挑战 那么面对这场似乎不可能完成的考核 这名特战女兵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下面有你 在我们剩下的十名选手当中 选出一名对手 那是 即将开始的是摔跤客幕 女兵刘婷婷要从男兵中选取一位对手 这些男特战队员各个都是摔跤高手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 清一色的短发女兵中 场上的刘婷婷是队伍里唯一留长发的 为什么别人都是短发女兵长发呀 这个问题 准备下个要结婚了 准备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经历了八年的爱情长跑 刘婷婷终于要结婚了 经过特批 她获得了三个月留长发的机会 原本已经申请回家拍婚纱照了 但为了参加魔鬼舟 她主动留了下来 之前训练时 膝盖留下的伤 让她每走一步都隐隐作痛 但她仍然坚持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我想这样子 做一个班长的话 素质必须在班里面的前面 我在前面他们 我说我不掉 大家都不要掉 其实他们都在看着我 班长其实也算是一变旗帜 班长不掉队 办理战士就不能掉队 在刘婷婷上场之前 已经有不少女兵上去比拼 虽然女兵的身体灵巧 但面对强悍的男摔跤手 都败下阵来 尽管如此 他们都以打不过 就耗死对方的耐力 强撑到了最后一秒 这让男摔跤手们苦不堪言 然而轮到刘婷婷的时候 她却不自觉地害羞起来 是我们 姐夫 姐夫 谁啊 你们说谁 姐夫 你们姐夫是谁 毛 她就是毛欢 刘婷婷的未婚夫 也是一名特战队员 俩人同时出现在一个比武场 战友们不由地开始起哄 能碰上一面特别不容易 你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了 给她一次机会 看看她到底表现得怎么样 我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一场巅峰对决 考虑到你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男方不许手软 女方不许下毒手 毛欢可能是今后 后半辈子唯一一次 合法合理 堂尔皇之地对刘婷婷下手的机会 希望你们把握住 准备 开场 刘婷婷从小学习摔跤 曾是青海省柔道冠军 毛欢精通散打和拳击 多次在专业比赛中获奖 两人看上去旗鼓相当 但在力量上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战友们没有想到 面对自己的未婚妻 毛欢竟然毫不手软 那可是你未来老婆呀 你都那么衰 尽管是未婚妻 如果说他在战场上遇到了敌人 他要有一丝仁慈自信 可能死亡的人就是他 执行任务中 特战队员极有可能近距离遭遇凶残的暴徒 生死搏斗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面对毛欢的认真 刘婷婷收起了自己的害羞 第二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局势竟然发生逆转 刘婷婷瞬间抓住时机 扳倒了毛欢 绝地反击 刘婷婷和毛欢打成了平局 由于膝盖的伤痛 和几天以来身体的疲惫 刘婷婷的体力其实早就跟不上了 而她似乎忘了这一切 拼尽全力和毛欢僵持在摔跤场上 对于这些反恐一线的霸王花们来说 练就打胜仗本领的背后 都饱含着流血流汗的辛苦训练 在营区里等待多时的客人们 终于等到了期待的一刻 我看这身材 这个边上倒数第三个 像我们两个姑娘那身材 然而当直面这些美丽的霸王花时 她们眼中却为何尽显心疼和不舍 当走进特战女兵的实战演练场 她们又为何停下向前的步伐 由于常年驻守在边疆 女兵们陪家人的时间非常少 因此特战大队特意在魔鬼州结束时 为女兵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将他们的父母分批从家中请来 第五冬三收到请回答 第五冬腰呼吸 收到几秒 有请我们的客人 您好 消失 根本就没有想我妈回来 从大连到新疆 乌龙木齐三千七百多公里 怎么可能能飞那么远 这些特殊的访客来自祖国的天南海北 他们虽然素不相识 却一见如故 只因为他们的女儿都是反恐一线的特战女兵 虽然难得和家人相聚 但特战队员的正常训练不能中断 特战大队早就想好了一份送给父母们的礼物 他们可以亲自走进训练场 体验一下女儿们的训练 霸王花邱志欣是特战大队出了名的国际教员 而他正在给这些特殊的访客 演示他们日常训练的一个课目 如果在实战上遇到暴恐分子了 拳拿出来 砰砰 一定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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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实战过程中 这个拳如果你勾不到他 或者他冲着来来不及打拳 怎么办 先赌鸡腿 是吧 深处新疆防恐一线 特战女兵随时要做好与暴恐分子近身搏斗的准备 她们十年如一日练的就是一招制敌 听邱志欣讲拳击秘诀 好像并不难 家长们都跃跃欲试 想要去感受一下 妈妈们没想到 邱志欣刚才那看似简单的一脚 居然这么难 原来这个假人加底座 足足有两百公斤重 孩子们的一招一试可都是真功夫 与此同时 另一组女兵们正在练习攀登课目 她们身手敏捷 仅仅四十秒就能从一楼攀到五楼 这一次爸爸们有些按捺不住了 都想尝试一下 叔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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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父亲们没有想到 女儿看上去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搞定的抓绳上 到了自己这里却寸步难行 心花 腿软了 腿软了 感觉手也疼 手也疼是不是 手红了 手红了 爸爸们不得不服 女儿们早已不是那个在怀里撒娇的小姑娘了 军旅生涯将她们淬炼的勇敢而强悍 而随着参观体验的一步步深入 女儿们的动作她们已经做不了了 她们的心也跟着一阵阵揪起来 我心里揪起来了 我什么呀 我点一个抓不上这个娃娃 一下子掉下来了 所降 女兵们在三秒钟内 从五层楼飞升而下 这是特战队员最基本的训练课目 在城市反恐作战当中 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解救人质 或是歼敌的效果 但是妈妈们却根本不敢直视 对于父母来说 即便仅仅只有三秒 这注定也是一场无法通过的心理考验 随着体验的深入 一开始新鲜好奇的父母们 已经慢慢意识到 作为反恐一线的特战队员 守护一方安宁的背后 女儿们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 我亲信我亲身有穿军装的样子 我现在穿军装 我以后想穿军装 我将来还是想一直穿的这身军装 好了 妈妈苦的眼力 也是高兴的眼力 也是喜悦的眼力 这些女兵被称为天山霸王花 在跟随拍摄的十几天里 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 她们被称为霸王花的真正潘意 战场上不臣服于压倒性的力量 在面对不可战胜的对手时 依然拼死异搏 即为霸王 自热食品 我们没有给你准备水 你水壶里面的水 是供你一天喝的 可以 直接买铁 这边放 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 里面防雪 然后放最热一点 你要吃热饭 就得对自己狠一点 我的热了 我的是真热了